好,现在应该上来了 OK,好,那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第二场的Talk 那我们今天第二场的Talk的题目是 Learning Go Arrow Handling Design from Open Source 那讲者是Julian 那 Arrow Handling在Go裡面其实一直是大家很常会讨论 然后大家会一直很常会讨论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那所以今天Julian就会来也带大家一起来 来聊一下说Go的 Arrow Handling 有什么应该要特别注意的 那我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在YouTube旁边的连结 都有放每一个Session的Svile的提问 所以如果观众在过程当中有问题想要问 都可以在Svile上提问 那在最后主持人会把大家的问题收集起来 然后来一起跟讲者做线上Live的Q&A 然后另外也可以在官方的议程表找到LiveMD 所以也可以来一起做线上的共笔 好 那我们就请Julian带来今天的第二场Talk 谢谢 大家好 我是Julian 你也可以叫我小猪 那非常高兴有机会可以到CostCover 2021 跟大家来一起看看在开源专案中Go的错误 处理的设计跟实作有没有很特殊的差别或亮点 那如果你对Go Aeros API不熟的话 那可能就麻烦一下看一下另外一位讲者 他去年在高科康台湾所分享的Aeros API的介绍 那我记得也有YouTube的影片 就对想要对这方面了解更多人 就麻烦可能自己点击连结去这个同影片 那在这个议程中我们不会对Aeros的API有太多的琢磨 那我们会以两篇Blog文章作为主族 贯穿我们今天的议程 那第一个是Aeros 360 从由LocalPike所撰写 那第二个是Dave的Don't just check Aeros Handle that gracefully 我第二篇文章我觉得最棒的是 他把错误处理的策略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分类 对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了解 就是思考怎么应用这些错误处理的策略 那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是Aeros or Values 那我截取这些Blog文章一段话 Values can be programming And since Aeros are values Aeros can be programming 那这句话其实隐含就是 就是对在购义员来说的话 Aeros可能就像你一般所面对的变数 还是Strucker一样 你可以怎么设计你的变数 也设计你的结构体 那你也可以怎么设计你的Aeros 然后在这篇文章之中 LocalPike又有提到 就是在这个前景下 他可以做一些小技巧 去重新 不能说重新 而是缩解错误处理的程式嘛 比如说可能大家很烦的是 Aeros不等于Nil 这个东西你会重复很多次 那像LocalPike他提的是 他举的例子是 你在标准库的BuffIO里面的Scaner 在左手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是 他是以我们一般 错误处理的想法去做 就是我的Scaner 他的Scan方法 他每次都会回传Talk跟Aeros 所以在回圈之中 每次我们持续进行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个错误检查的部分 那LocalPike他的提供技巧是 我把这个Aeros跟AerosCheck的逻辑 封装在我的结构体之中 你看看看到是右手边 是他们经过封装之后 在Scan的这个结构体里面 我有一个Aeros 那在Scan这个方法之中的话 我每次都会做AerosCheck 但是我最对外面来说 我回传只是一个Bulling指 触或False而已 那在经过这样子的 重新设计之后的话 你对外部调整者来说 其实他不太需要去关心 每次我都要检查 Aeros是否存在 我只要在回圈跑完之后 因为这边是False他就会断掉 断掉的话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去看一下 像在这边的话 他是不是有结构体内部的错误 有的话那我就直接Return Error 那其实他只要在最后回圈结束之后 进行一次错误的处理都确认 当然这是对外部调整来说 那这个技巧是不是只能用在结构体呢 实际上不是的 我们也可以用在一些方程之中 那像左手边的话就写一个小DEMO 就是我可能要不断的去 从我的Reader里面去读取一些Buffer 然后我要把它放在我的结构体之中 那由于BinaryReader它的API设计师 它其实有回传Aeros的 所以我每次都需要去检查 有没有Aeros存在 有的话我就要回传 那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利用类似的概念 上一个例子我们是把它封装在结构体之中 那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是把它封装在Function Variable之中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在这个Function Variable之中 我们把每次做错误处理 假设有错误的话 我就直接叫Return 不进去执行 在经过这样子的设计之后 我们可以使用比较简洁 而且便于阅读的API 或是方法去处理我们读取数值的部分 那就不用像左边的Code一样 我们每一次的呼叫之后 都要做AeroTrack 那现在来让我们来谈谈 错误处理的策略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转到 下一篇经典的文章 在Dev的这篇文章 播有个文章之中 它其实把初误处理的策略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Sentient Error 它其实像对应到左手边 就是我们常见的SQL Error No Rows 还有Io and Off File 那它其实就是可能是你 由Error New 自定义的一些Error 那可能也是Predefied Error 那这个其实会蛮算是一个最基础的Error 那我们可能会用这些Error来做重新包装或是重新Rap 然后拿到更多组装成更有用的讯息 那第二个的话是Error Type 那Error Type的话 它其实就是结构体 然后有实作就是Error 然后Return Stream这个方法 就符合Error Interface 那它的好处是 它可以携带更多的资讯 然后也可以实作更多的方法 让你的弹性其实会更大 那以Net URL来说 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栏位设计 它其实设计了Operation URL跟Error 那在这情况下 它其实最后Error输出的话 它可能就可以输出说 我在什么样的操作下我的URL是什么 然后我回传了 我产生什么样一个错误 让你更方便去追踪 以及Debug你的服务 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Operation Error Operation Error 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方法 它会把你的错误比对逻辑 封装在方法之中 那你最后的话 只是回传 True或 False 这有些好处是 它其实不需要知道你的Error距离性别 譬如说你可能会常常看到说 我可能Error等于等于 然后SQL点Error No Loss 然后去做比对 那但是这个的话 它其实只是调用方法 最后的话 你只需要知道或是 True或 False 那你就可以做下一个逻辑判断 那甚至你未来 如果需要有复杂比对逻辑的话 你可以直接放在 封装在这一个方法之中 对外部的调用者来说 变动并不大 那让我们进行下一个小小的Demo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情境出发来看一下 同一个情境之下 不同的错误处理策略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变化 那这个情境很简单就是 我要拿我的email 去我的交互查取使用者 那其实但是这个使用者 其实不存在我的资料图中 那由于为了Demo方便 所以其实我把程式码做了蛮多的缩减 那也直接在 只用两个package 那我直接在business package 回传了responsive 那这部分就给大家忽略 专注在 Error的API设计上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是回到最基础 我们使用最基础的 Sentennial Error 那这边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repository package里面 我们直接回传Error 那我们会在我们的 business的层级 这个business业务 业务层部分去检查 假设我回传Error是 SQL Error No Loss的话 我就会判定他们没有 就使用走肯 就回传400倍的Request 那这个部分 那其实比较大的问题 是在于 其实SQL Error No Loss 是比较基础 跟普遍的错误 它其实跟你的业务层 并没有很直接连接关系 那同时它要引入了 额外像是 Database SQL 这个package 它的额外的依赖 那其实就设计上来说 它就是有点违反 我们希望我们分层架构 或是清楚边界 这样子的一些设计准则 那有没有办法赶紧的 有的 那我们就做第二种 第二种方法是 它也是Sentern Error 但是不一样的是 我可能我就是自己做了一个 自定义的Error 就是我直接把它命名为 Error User Not to File 那在我的Reposit里面 当它发现 回传的Error是SQL Error No Loss 我就直接回传Error User Not to File 它的好处是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好处是其实 你会发现目前的比对逻辑 其实已经相较于我们的 上一个直接使用 Sink or No Errors来的清晰 然后也更符合我们的分层 然后以及边界的一些设计准则 那还可以更进一步感激的是 你可以考虑把Error User Not to File 变成你全局Domain的一环 你可以把它独立出一个 更高层的Pickage 然后让底下的Business 或是Rusperson附用 让你的抽出也是贯穿整个流程 那我们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Error Type的部分 Error Type的话 它的设计上是 它可以成为比较多资讯 所以我栏位上的话 我就设计了一个状态码跟一个email 那在最后你需要输出Log的时候 我就可以同时输出我的状态码 以及收取我的email 然后方便后续的Debug 或是追踪你的Log 那在Error Type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需要写 比较多的程式 然后放比较多的设计 在上面 但是假设你有很强烈的Log需求的话 那我会蛮建议使用这个做法的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整个Log 资讯丰富起来 那同时你也可以在处理过程中 也许对这些栏位做一些 比如说我要Masko遮掉一些资料 或是改变的处理 那在最后再一口气输出你的Error Log 那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Opaque Error 那Opaque Error的话 那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做了一个简单方法 然后我就把比对逻辑封装在这个方法之中 那对外部对外部来说 其实它就是类似对行为 做行为比对 我不需要依赖于你Error的具体形别 那它就让你有一个 就是比如说解藥或是松藥核的关系在 就等于是如果之后你的比对逻辑 或是错误出逻辑有其他变动的话 很多时候你只需要在这个方法里面 做更动就好了 你外部的调用者可能并不会这么清晰的看 并不会明显感受到你内部的逻辑是有变动的 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有了前面 好有了这个例子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小的流程图 那如果以刚刚的例子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思考是我们什么样情况要用什么样的策略 那这边就是很简略的流程图 第一个是你需要回传的错误吗 那假设你不需要的话 那其实我会剪你直接OPEG Error 你常常会取决于你需要什么样的资讯 或者是你的Log Format怎么设计的 那假设你需要比较丰富的资讯的话 那我建议你使用Arror Type 不然的话我们都是走Sentinel Arrow的路线 好那在有了前面的 简单对错误处理策略的介绍之后 我们可以回头来看一下 在Open Source之中 他们的错误处理策略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TiKV TiKV它其实是一个高性能的 KeyValue Stone 但它本身实际上是用RUST鞋的 但是它 它相关的产品因为 其实大家在构设计中 比较熟的可能是TiDB 那TiDB它底层 其实用了很多的TiKV 那我们今天不是讲TiKV本身 我们今天讲 我们来看的是TiKV它的 Go Collider 客户端 它怎么做错误处理设计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 它的错误处理设计 它其实三种错误处理策略都有 包括最基本的Sentinel Arrow 就是最基础的一些错误 然后包含了OPEC Arrow 像我们刚刚有讲的 譬如说像是DataNutFault 还是UserNutFault 它这边是用 也是用OPEC Arrow的处理方式 去把它封装起来 那下一个 另外一个是 你看到这边是Arrow DataLock 那DataLock的话 其实你可能往往需要 比较多的错误资讯来 确定说 我是不是哪里有失所发生 然后我的失所在哪里发生 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就使用了 Arrow Type的策略 去把你的DataLock 出生在这个解枪体之中 那同时在你最后需要输入Log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他失所的资料 直接打印出去 那下一个我们来看的也是Clite 我们看的是GoRedis 但是跟刚刚的前进 有点不一样的是 刚刚是我Clite对DataBase 可能我要去存取 或是Query 然后连线会回传一些错误 或是交易上的错误 那我们这边GoRedis看的主要是 它对它内部的连接池 怎么做错误处理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 蛮大部分都是使用Opaq Error 原因是它其实不需要 把Error回传给我们使用者看 那它其实只要用Opaq Error 就处理逻辑去确认 我这个连线是不是好的 我需不需要移除 那在这个情况下 它其实就不需要 用其他的错误处理策略 就可以很简单的保有 比较简洁易懂的界面 那我们想要回答一下 就是Error是Values 但是Values不一定是Error是 原因是你只有在Values 它符合了Error interface的时候 它才会是Error 有点老舍 对但这个还蛮有趣的 那它赋予了 它这种依靠界面去定Error 其实赋予了Go的Error 很大的弹性空间 然后也可以有很多 不一样的设计 我们接下来看的例子是ProMe修士 那如果有人在做Monitoring的话 那可能对ProMe修士会比较熟悉 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是 ProMe修士中它有一个Timeshs database 那它会把资料 出生在不同的节点 那它怎么对不同节点之间的连线 跟Quarrie做错误处理呢 那首先它有一个用了一个Error Slice 去记录 比如说我每个对每个节点 连线的错过是Quarrie的错误 那在做最后Error Check的时候 我再把它转成一个 No Near Mutable Error 你从外部调整来看 你最后会得到是只有单一个Error 但其实它是很多个Error的集合体 那它会就在这一个聚合后的Error结构体中 它可以印出你所有不同Note的错误讯息 然后方便你做Debug或做记录 那这边就是它一个小小的例子是 我怎么关闭所有连线 那假设我各个节点这些连线 也许有错误的时候 我要怎么做处理以及检查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 那我们看到Promic修斯 那我们下一个来看K8S 那K8S的话 我们挑的部分是它的KBiMachining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 它可能对Kubernetes 它的操作API做一些规范 比如说Coding Encoding 还有比如说转换 那你可以看到是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文章 就是我怎么做一个 自己写一个控制 跟Kubernetes沟通的Klite 那它在底层的时候 其实它还是要引入 这一个API Machine的包 去做一个共同的协定 或是共同的规范 那我们在这边上可以看到 比较特别的是 API Machining 它定义了一个Status Error 来当做它的错误 但是它同时又实作了API Status 所以在这边呢 它的Status Error 其实有两面性 它既然可以当做Arrows来使用 那在必要的时候 它其实也可以回传当做你的状态 而来使用 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由于Go的Aero设计 是由Interface所实现 所以在这边上 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弹性在 然后看完TAPI S 那我们来看 类似的微服好了 那这边看到的是GoKratos Kratos它其实是 Bilibili开源的微服框架 那上次听到分享是说 他们其实 在Kratos这个微服框架 他们集成了 他们Bilibili的微服务上的经验 同时还有Google RE的一些 SRE的一些concept 那它也实作蛮多功能 算是功能逐渐齐全 因为现在才是 他们现在刚好像 才刚发布BIA没有多久 功能会逐渐齐全的微服框架 那我会选这一个看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他用的错误处理很有趣 我印象没错到 它跟GRPC的错误处理 有一定的雷同之处 那它的内部的错误处理 它比较有趣的是 它的错误不是直接有 StructD Go的StructD 它是由ProtocolBuff所定义 它用ProtocolBuff定义出一个Message之后 利用工具去产生出一个 AERO的结构体 然后同时它会在同一个package之中 对这个结构体做额外增加它的 AERO方法 或者是GRP-Structs方法 那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非常有趣 你这个结构体是由ProtocolBuff产生的 但是在你把它新增了 这几个方法之后 当你的Go Service GoLens用工具做你的Service 拿到这个Message之后 或者拿到这个结构体之后 其实你可以直接把它当作AERO来使用 不用做其他的更动 那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 它这个算是AERO 但是它本身 除了AERO这个方法以外 它也有实作 就算是GRP-Status 甚至要实作 在没看到的地方 它也做了可以回传 HTTP-Status的方法 那所以它除了是AERO本身 你可以把它当作AERO本身来看的话 你可以试你的API需求 你把它转成GRP-Status Code 或是HTTP-Status Code 那在这边你就会看到 它其实给予你非常多的弹性 它不只它是AERO 它也是其他状态 然后更帅的就是 当你的微服务都是用购血的时候 你只是可以把AERO 跨服务之间存来存去 那其实这也是某方面来说 这也是AERO和Values的一个体现 因为Values你才有办法 比较轻松的存在存去 像其他例Exception的话 那要做到这样程度 其实是应该说是蛮困难的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先从AERO和Values出发 然后看了一下 三种不同的错误处理策略 然后再看一下 不同的开源专案中 它对错误处理是怎么做设计 已经持做的 那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大家做未来 做错误处理的时候 会有个方向 能更得心应手 那就谢谢大家 我们进入QA的时间 喂 Hello 好 Julian 你好 Hi David 你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靠一下 明末行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提问 第一个是 有人问说有推荐在 比如说在GoRoutine里的AERO的处理方式吗 你看到我画面了 我看到了 有 看有 呃 OK 第一个 关于GoRoutine AERO处理方式的话 呃 如果你是单纯从API层面的话 我会建议你先看 呃 GoRoutine有提供 GoRoutine的AERO Group 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没有的话 还是先用一般的 就是Channel去解决 这样应该是最直观的 对 那如果是从非API角度来思考的话 你要把 我觉得要把AERO Henry当成是你在 嗯 因为你开GoRoutine嘛 我就当成在非同步处理之下 的一个嗯 Unhappy path 错误 你怎样做一个应对 万一你的GoRoutine失败 那你要怎么处理 假设只有你 你只有一个GoRoutine就很简单 但如果你有很多个的话 那他有没有顺序关系 那有没有要处理 这个就必须取决于你的应用跟场景来思考 对那就是从这两方面 我觉得可以想一下 就是API方面跟呃 你的业务形态方面 哪一样比较适合你 嗯 OK 好 好 谢谢 那下一个问题是Leakon的问题 说呃 有没有比较适合新手练习 学习读AERO Handling方法的open source 然后他觉得刚刚的呃 GoRoutine 感觉有点复杂 换句话说就是 为什么要那么复杂用Protocol Buff 然后还要转成Shot 嗯 就比较简单学习的 嗯 如果我推荐到我会看 比如说呃 GoRadis 就是这种 呃 就是Kly段提供给人家 用的话 会比较容易直观懂 因为他是会用比较直白的方式 那如果像是呃 Promichos 或是GoRoutes 他们是有他们的呃 应对他们对应的业务场景的存在才需要 那像Kly段的话 Protocol Buff 就要转成Struct 呃 基本上Protocol Buff 它是一个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另外 呃 同样写定语言 它可以转成Go的Struct 它也可以转成 像Java 还是C-Sharp的class 那 基本上你要用它的时候 你其实就会把它编译成Struct 那GoRoutes 它其实只是在Struct下面 新加了一个Aero方法 就可以把它当 直接当作是Aero来使用 对 那它其实就是 会有 呃 你就想它其实就是一个Struct 但是同时可以当作Aero来使用 就就这样子而已 那不用想做那么复杂 它只是应对他们 呃 因为他们的架构是 主要是架在Protocol Buff 或是GRP之上 所以他们会重复利用这些东西 去做呃 错误处理 或是回传一些状态的部分 好 那我 我希望现在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那 如果还有不清楚 其实我等等应该会在摊位 所以也可以去那边找我 对 我们可以聊一下 嗯 好 那 应该还有一点点时间 所以说如果线上 线上现在大概有80 80位观众 然后如果有问题想要问的话 可以现在赶快来这赛斗链接问问题 或者是 如果你现在直接在YouTube的Message上问问题 我现在会盯一下讯息 所以 嗯 如果要问题的话 现在可以马上赶快问 OK 那 我在 那我就 帮大家撑一点时间 然后 所以Julian这边 因为像我知道Go后来自己官方出了那Aros的package 然后 有扩充了蛮多原本之前没有的功能 那 在这个出来之前有另外一个package 应该蛮有名的 叫 就是PKG斜线Aros 对 那 所以在你自己这边的话 你会 现在会比较推荐用哪一套吗 呃 这个会取决于你需不需要就是 Stake Trace 如果Stake Trace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用PKG Arrows 会比较 好 好一些 对 不然你还要自己做 那 官方的话 呃 我觉得官方他只是把 之前大家可能 自己 会用转型 或是转 转成Tenny Strach 这个东西 帮你提供个API用出来而已 那 跟之前的用法 其实他只是提供个比较简面的API 那本质 我觉得他的使用本质上跟 Go Package PKG Arrows 还是有差别 我觉得PKG Arrows 他提供的是比较 全面的一些 像是 呃 我觉得主要是Stake Trace 对 我觉得主要是Stake Trace 这是我的部分 那其他部分的话 其实两名应该都是 相同 像是RAP现在都有 而且 目前的PKG Arrows 又支援新的API 所以 也可以 我觉得就直接用PKG Arrows 对 OK 好 那现在看起来没有 后续其他观众的问题 OK 好 那我们今天 就是第二场的时间就到这边 那很谢谢Julian 然后 如果线上的观众如果有 还有想要再问的话 等一下可以去摊位 读读看 可不可以读得到讲者 OK 那我们第二场就到这边 谢谢 谢谢Julian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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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